营口市坚持立查立改 边督边改 动针碰硬 严肃问责 着力解决存在的突出环境问题 截至目前 营口市共收到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的信访件8批 共计71件 目前已半截7件 11月7号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营口市工作协调组 向大石桥市交办信访投诉问题 反映 大石桥市一石油车队院内锅炉坊冬季供暖期冒黑烟 且院子里堆了没堆 造成大气污染 经查 中国石油运输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营口配送中心 有一台0.1吨的燃煤小锅炉用于冬季食堂宿舍供暖 根据大石桥市2018年10吨级以下燃煤锅炉取缔实施方案要求 2018年10月31日前应完成并网户改造 但该单位并未及时取缔燃煤锅炉 营口市环保部门立即整改 10月8号拆除了原有的锅炉和烟囱 改用电供暖 同时清运了院内的块煤 没想到锅炉菜这么快 再也不冒黑暗了 现在出来溜达溜达 窗开开都可以了 营口市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期间 交办的问题不回避 不遮掩 目前督察组转办的71件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部门办理 好